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势力就开始一落前章 就开始游顺转衰 那么我们可以说 由于教会的对手 由德国人转变为法国人 教会确实就碰到了一个比较 这个伤脑筋比较头疼的这样一个对手 所以在面对这个对手的时候 教会好像过去的那些伎俩 现在都施展不出来了 法国人不是这一套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说经过二位龙子球 教会开始衰 二位龙子球呢 一共有七十多年 一直到1377年 到1377年呢 终于啊 这个教皇啊 又重新返回罗马 又重新在罗马 重新建立教体 但是呢 这个返回罗马的教皇 很快就和他的书记主教团之间 发生了矛盾 这书记主教团呢 由于意见分歧 又离开了这个罗马的教皇 然后又回到了法国的二位龙 又在法国 又重新自己选举了 推选了一个教皇 这样呢 到1377年以后 虽然教皇回到了罗马 但是书记主教团 又重返阿卫龙 又自己选举 推选了一个教皇 这样一来 从1377年以后啊 欧洲又出现了两个教皇病例 这种状况又一直到 1417年才结束 所以从1377年到1417年 西欧又出现了一个 所谓的教会大分裂 就和欧洲同时出现两个教皇 一个在罗马 一个在法国的阿卫龙 甚至在有一段时间 德国又拥立了一个教皇 于是在德国又有第三个教皇 这样一来 只有两个教皇 甚至三个教皇的病例 这样就使得 在欧洲人民心中 在西欧人民心中 在一般的基督徒心中 大家就觉得 教皇只能有一个 教会只能有一个的这种观念 受到了极大的这种打击 那么这样实际上 教皇的权威 在人民心中 当然也就开始 大大的打折扣了 所以正是由于这样呢 首先是经历了 1305年到1377年的 一个阿卫龙之球 其次又经历了一个 1377年到1417年的 长达40年的 一个所谓的教会大分裂 那么经过这100多年的浩劫之后 我们可以说 教会当然从此以后 就由胜转衰 教会的权力从此以后 那就极大地受到了措施 而大家知道 到了1417年 那么就离中世纪结束 已经不远了 100年以后 整整100年以后 1517年 马尼路德就开始搞宗教改革了 因此呢我们说 这个时候啊 教会整个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 罗马教会和 世俗王权之间 冲突的第二个阶段 就是以阿卫龙之球 以及教会打分裂 作为一个重要的 这个标志 那么这个恰恰就是 教会开始走下坡路的 这个时代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了 是教属之争 是我们说中世纪啊 这个西欧封建社会的 政治状况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中世纪西欧封建状况的 还有一个问题的 我们就说 关于十字军中争 如果说教属之争 是罗马教会和世俗王权 上帝和凯撒之间的一种冲突 是描述 是表现了他们之间的冲突的话 那么十字军中争 那恰巧表现了 他们在某些利益问题上 大家放弃前嫌 共同携起手来 移植对外的一种表现 这样一种事情 下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十字军中争的情况 给大家简单做一个介绍 大家知道 十字军中争呢 是中世纪西欧社会的 一场非常重要的运动 这场运动当然也导致了 非常非常严重的历史后果 那么我们首先要讲讲 这个十字军中争是怎么发起的 前面我们已经讲了 公元七世纪 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地区开始结起 到了公元八世纪 伊斯兰教就开始向西扩张 把北非地区 整个从基督教世界里面 给剥离出来 然后使北非地区成为 伊斯兰教的重要的据点 而且不仅是把北非地区 从西方基督教世界里面 分离出来 穆斯林就是伊斯兰教徒啊 还越过直布罗多海峡 占领了西班牙 那么对法兰西 对西法兰克王国 形成了一个这个威胁 另一方面呢 从正面 日以横着的伊斯兰教 和阿拉伯帝国 又从亚欧大陆接浪处 在小亚西亚 后来进一步扩展到亚欧大陆接浪处 对军事坦丁堡 对东罗马帝国形成了威胁 所以这样呢 自从公元八世纪以后 新兴的伊斯兰教 就对西欧 罗马天主教社会 以及东欧的东正教社会 形成了一个前行故事 我们说了 东欧的东罗马帝国 东正教社会 和西欧的封建社会 罗马天主教社会 我们说同属广义的基督教 因为我们说基督教 一根生出两支来 一个是东边的东正教 一个是西边的天主教 所以广义的来说 他们都同属于基督教 在某种意义上 他们仍然是兄弟关系 而亚洲西亚 崛起于西亚的伊斯兰教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它是另外一种宗教 所以这样呢 伊斯兰教呢 我们说 一个方面呢 从正面 威逼着小亚西亚 和军事坦丁堡 威逼着这个东罗马帝国 另一个方面呢 又通过北非 越过直部落的海峡 占领了西班牙 从背后包抄西欧 这个天主教社会 封建社会 这样一来就对西欧整个形成了 对广义的基督教世界 形成了一个前行故事 使得广义的基督教世界 处在一种 伏背受敌的一种 被动的状况之中 那么 面对着这种情况呢 我们说 当时从公元八世纪以后 一直到十一世纪 整个基督教世界 包括西边的封建 天主教世界 和东边的东正教世界 那么在 强大的伊斯兰教的这种 前行公司的压力之下 只有招家之功 没有还手之力 因为当时的这个西欧 处在极弱不成 而东欧呢 也只是徒有虚名的一个东罗马帝国 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 也远远不是 方兴卫爱 朝起捧魔的伊斯兰教 这个阿拉伯帝国的对手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西方只有招战之国 没有还手之力 而且 西方后来 在后来的几个世纪 在公元 从八世纪 一直到十一世纪这段时间 我们刚才讲了 西欧内部教属 至尊不断 罗马教会和世俗王前之间 彼此真权夺利 勾心斗角 那么之间呢 彼此相互内耗 也疼不着手来 伊斯兰卫 但是呢 我们说 到了公元十一世纪以后啊 随着关于主教 策封权 这个问题啊 这场斗争结束 我们说 教会和德意志 神兽罗马帝国 之间 达成了一种妥协 而这个时候 法莱西呢 还没有完全结起 所以呢 在这个十一世纪的时候啊 可以说 西方内部 教属之争呢 可以说告一段落 那么处在一个 相对来说啊 两者之间的矛盾 相对来说 比较 比较淡 比较平缓的 这样一种状况 矛盾相对来说 比较缓解的 这样一种状况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他们彼此就可以 携起手来 携起手来 一字对外 而且呢 就在十一世纪 一方面是 西方内部的 教属之争 趋于平缓 另一方面呢 是在东方 发生了两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件事情呢 就是 1071年 当时呢 有一支 来自于 中亚的 突厥人 他们当时呢 这个 占领了耶路撒冷 那么在此之前呢 耶路撒冷早就已经 沦于 伊斯兰教徒之手 是属于 已经被 阿拉伯帝国 所控制 但是呢 在 1071年 这个 这支突厥人 叫塞尔柱突厥人 占领耶路撒冷之前呢 阿拉伯的穆斯林 对于 这个基督徒啊 总的来说 还是比较宽容 也就是 他们虽然控制了 耶路撒冷 但是他们并没有阻止 西方的基督徒 到耶路撒冷 来朝圣 在中世纪呢 我们很快 马上要讲到 对于一般的 没有文化 没有知识 而且信仰 非常虔诚的 老百姓来说 活着的时候 要尽可能 做一些 恕罪的事情 叫善功 善功的内容很多 其中啊 这个朝拜圣寝 也就是说 参拜 基督耶稣 殉道的这个 圣地 耶路撒冷 本身具有 述罪功 因此呢 很多西方的基督徒啊 在一生之中啊 总要想办法 到东方 到以色列 到耶路撒冷 来做一支朝圣活动 这个活动 就有点像 今天我们看 世界上广大的穆斯林呢 在一生中 总要想办法 到麦加 去做一支朝圣 朝圣一样 当时中世纪 基督徒也是这样 大家都希望 能够在有生之缘 能够有机会 到东方 到耶稣 基督耶稣 殉道的地方 耶路撒冷 去做一支朝圣 因为耶路撒冷 是圣地 那么我们说 在十一世纪以前呢 尽管阿拉伯的穆斯林 控制了耶路撒冷 但是我们说 阿拉伯穆斯林 对基督徒的朝圣活动 并没有加以这个 这个宗旨 并没有加以这个 并没有予以这个 拒绝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尽管耶路撒冷 已经被 信奉伊斯兰教的 异教徒控制 但是西方基督徒 仍然可以来到 耶路撒冷 朝圣 然而到 1071年以后 随着这个 一支 比较野蛮的 这个 信奉伊斯兰教的 民族就是 赛尔苏图决人 他们 开始 控制了这个 耶路撒冷以后 他们就不再允许 西方基督徒 在这个地方来朝圣 到这儿来朝圣 这样一来呢 我们说 当然就 赌绝了 断绝了 西方基督徒啊 来 宿罪的一种可能性 我们说 朝圣呢 它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具有宿罪功能 而我们说 宿罪的问题 是西方中世纪 大的 上到 王公贵族 下到这个 平民的后百姓 大家都 共同关系的 一个核心问题 而现在呢 对于那些 想通过朝圣 来宿罪的人来说 这个朝圣的可能性 已经不再存在 因为朝圣诸 已经被 塞尔诸 突厥人 给 赌绝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然 就激起了 西方人 对于东方 这些伊斯兰教徒的 这种 这个 进入的仇恨 更深刻的仇恨 而此前我们说了 由于 伊斯兰教徒 对整个欧洲 基督教世界 形成一个前行公式 所以 西方的基督徒 早就对 东方的穆斯林 早就已经 身怀怨恨 心怀怨恨 早就已经 心怀怨恨 而现在呢 你又不许他 基督徒 到东方来 朝圣 这样呢 当然我们说 实际上就是 火上浇油啊 就在 这个 新仇 这个旧恨 前面 上面又加了新仇 所以这样呢 就激起了 西方 广大的基督徒 对东方伊斯兰教徒 的一个 强烈的仇恨 这是一件事情 这是导致 石军东征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导火数 就是要 从 异教徒手里 夺回 基督耶稣 去难的圣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第二个问题呢 是啊 在1054年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在1054年 这个 这个 东罗马帝国 以希腊文化为中心 为根据地 以希腊文化 这个 为根基的 这样一个东罗马帝国 和以拉丁文化为根基的 这个西方基督教社会啊 这个封建社会啊 由于 历史的原因 由于渊源 这个 流长的这样一个 渊源流长的这样一个 历史的仇 矛盾 所以双方呢 在1054年 终于正式分裂 分裂为两个教派 一个就是 罗马公教 也就是天主教 一个就是希腊正教 也就是东正教 那么尽管 这个分裂的 直接到我所思议 一些神学问题 在我们看来 是鸡毛蒜皮的 我们这个地方就不 不细讲它 但是这个分裂 最后导致的结果呢 是东方和西方 从此以后啊 那就分造有没有 正式的分造有没有 分成两个教会 一个是罗马天主教会 一个是这个 希腊的东正教会 这样一来了 那么 批子之间的关系 就变得非常的深属 但是呢 到了我们说 11世纪的后半夜 我们说就是 格力高利七世 这位强权人物啊 登上了教皇的宝座 那么这位 这个格力高利七世 本人呢 是一个强权人物 他呢 就想修复啊 此前 由于一个 鸡毛蒜皮的 这种神学争论 而导致的 东西方教会的分裂 他想重修就好 想让东西方教会 尽可能的 重新在一个 共同的思想 跟这共同的组织 进行上 重新团结起来 他的愿望 当然是很良好的 当然也表现 他的野心 所以他当时呢 就想 我们要尽可能的 去重新弥补 和东派教会 之间的这种 老部队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东派教会啊 正好又面临着 这个凶悍的 善尔柱图厥人的这样的一种 威逼 因为现在善尔柱图厥人 不仅控制了耶路撒冷 而且开始 频频的对 薰师坦尼堡 对东洛马帝国 发起了攻势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东派的教会 就像西派的这些 天主教兄弟们 就开始求援 因为我们不管怎么说 毕竟我们 虽然有矛盾 有仇悉 但是毕竟我们 血浓于水 我们毕竟同属基督教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所以格力高力七十 当时就想发起 十字军动证 但是由于他当时 和这个亨利四十之间 陷入了这个 主教策工权 这个矛盾 所以腾不住手来 因此等他死了以后 他的继任者 叫乌尔邦二世 这个时候呢 教属之争呢 我们说已经平息了 教属之争 已经陷入我们说平缓 之间的矛盾 陷入这个 处于缓和 处于缓和 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罗马天主教会 就可以腾出手来 来对付 这个东方的异教徒了 因此呢 从1095年开始 当时罗马天主教皇 叫乌尔邦二世 就在法国的一个地方 叫克莱芒这个地方 就召开了一次 动员大会 在这次动员大会上 他就宣称 所有的那些 去支持我们东方的 那些东正教兄弟 而与邪恶的 伊斯兰教徒作战的 天主教徒们 你们只要 踏上了东方的国土 土地 然后从那些 邪恶的伊斯兰教徒手里 夺回耶稣 殉难的圣地 耶路撒冷 如果你们在战斗中 牺牲了 你们的灵魂 立即就可以上天空 那么由于教皇 做了这个承诺 所以这个战斗呢 大家就具有 圣战的性质 所以很多 无知的 蒙昧的基督徒 老百姓们 听到教皇 现在承诺 只要我们在这场战斗中 牺牲了生命 我们的灵魂 立刻就可以上天堂 所以大家就 争先恐后的 就涌向了东方 就去 要 从那些邪恶的 异教徒 就是从 他们所说的 伊斯兰教徒手里 夺回 基督耶稣 殉道的这个圣地 耶路撒冷 这样了 教皇的号召 不仅赢得了欧洲 平民百姓的支持 而且也赢得了 欧洲各国的 这个王公贵族啊 这个封建领主们的 这个支持 因为这些封建领主 希望到东方去发财 需要 希望去征服 东方的土地 这样一来呢 我们说 欧洲内部的各派势力 就为了同样一个目标 就协计手来 教会的目标 可能是宗教上的 世俗王权的目标 世俗这个封建领主的目标 可能是 这个经济上和政治上的 而老百姓的目标 主要是为了通过这场战斗 去做一个对基督徒 对基督教来 对基督而言 是一个有善功的意义 有善功意义的工作 也就是去恕罪 把自己的罪 深处的罪裂给恕掉 所以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说 那么欧洲内部就结合起来 共同组织的一次 运动 叫十字军动阵 那么这个十字军动阵 从1095年 沃尔班二次的动员令以后 在第二年 1096年 第一支十字军动阵 就开始浩浩荡荡 开向了东方土 最初是由 一个德国的 流浪汉 和一个法国的 一个穷人 穷汉 两个人 组织了一支 这个乌合之众 这支乌合之众 一路打家 结实地向东方 向着东方挺进 还没有到东方国土 已经被当地的 很多老百姓 已经打了插 已经受到了 当地老百姓的惩罚 遭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反抗 最后已经 人数所剩无几 后来亏得 欧洲各国军组 带着大部队 来跟他们结合 跟他们会合 最后呢 他们开刀东方 那么 这个第一场 十字军动阵呢 取得了军事场胜利 经过艰苦的战斗以后 终于把耶路撒冷 从伊斯兰教徒手里夺回来 收复了神经 这是西方世界 当时觉得是一件大事 把耶路撒冷 终于夺回来了 那么这样呢 那些 参加十字军东征的 这些西方的基督徒们 就到了耶路撒冷以后 就烧杀 抢劫啊 可以说 大开杀 因为他们觉得 杀害 伊斯兰教徒 是一件 与基督教 有功的事情 所以他们一个方面 怀着强 这个狂热的宗教信仰 另一个方面呢 又极尽那种野蛮的杀戮 然后 抢劫 把这个 耶路撒冷当时是一个 比较富庶的人士 然后就 从这个 伊斯兰教徒 穆斯林那个地方 大量的抢劫 金银财宝 把耶稣兰教徒 杀死以后啊 从他们身上 包下他们的耳环 戒指 项链 各种各样的珠宝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满载而归 于是很多穷人 就通过这场运动 而大发戏才 成为富人 那么等 第一次 四十军冬生结束以后 大获全胜 或者说 这个满载而归的 这些西方基督徒 回到欧洲以后 不久以后了 这个伊斯兰教徒 又重新拳抖出来 又把耶路撒冷 又重新夺回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 欧洲又开始主持 第二次四十军冬生 第三次 一直到第八次 一共举行了 一共组织了 八次四十军冬生 那么 整个持续了 大概两百年的时间 从1095年 一直到1291年 大概差不多 整整两百年的时间 那么在这 两百年的时间里面 欧洲的八次四十军冬生 我们可以说 只有第一次 是在军事上 取得了胜利 夺回了耶路撒冷 后来的棋子 全部变成闹剧 而且有些闹剧 本身的历史后果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比如说 第二次 这个十四军冬生 最后到了大马士革 遭到了军事上的失败 遭到了惨败 被这个伊斯兰教徒打败 最后只好 这个狼狈的 逃回了欧洲 第三次十四军冬生 是当时的 法国国王和英国的国王 本来就是死敌 然后他们共同组织了 一支十四军冬生 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之下 开始往东方进发 而这两位国王皮子 在一路之间 争权夺义 勾心斗角 最后闹得内讧 这个部队还没有到东方 实际上就已经瓦解 所以又不了了之 而第四次十四军冬生 就更加恶劣 第四次十四军冬生 本来正好是面临着 军事坦丁堡告急 伊斯兰教徒 对军事坦丁堡 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猛烈的猛攻 在这样的情况下 军事坦丁堡告急 就赶快向西方的基督徒 天主教兄弟们求援 于是西方西欧社会 天主教社会 就组织了一支十四军冬阵 一支十四军第四次 然后就开了 帮助军事坦丁堡的 东正教兄弟 打伊斯兰教徒 结果没想到 这些西欧的天主教徒 由于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 非常贫穷 非常愚昧 非常落后 同时也非常野蛮的那些 西欧的人 他们促成 他们到了军事坦丁堡以后 本来是取道 借道军事坦丁堡 帮助军事坦丁堡的 东正教兄弟 去打了一些伊斯兰教徒 结果没想到 他们到了军事坦丁堡 一看 军事坦丁堡非常富庶 因为当时世界上 有几个非常富庶的 一个是我们中国唐朝的长安 一个是伊斯兰教 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巴格达 还有一个就是 当时东罗马就够了首都军事坦丁堡 所以这西方的蛮族 到了军事坦丁堡一看 如此富庶 所以他们就不走了 他们本来是帮助军事坦丁堡的东西教兄弟 来打伊斯兰教徒 结果没想到 他们最后到了军事坦丁堡以后 被军事坦丁堡的这个财富所吸引 就演变为一场对军事坦丁堡的抢劫活动 这西方的天主教徒 来了军事坦丁堡不仅没有帮他们打仗 而且还把军事坦丁堡抢劫啊 一完以后把战友贵就回去了 这样一来事实上就 不仅没有帮助军事坦丁堡的东西教兄弟 这个消灭或者说打击伊斯兰教徒 而且进一步加深了西方基督徒 西方天主教徒和东方的东正教徒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矛盾 我们这种矛盾由来一起 可以追溯到希腊和罗马之间的矛盾 追溯到罗马帝国 东派教会和西派教会的矛盾 现在呢 那么我们说东正教和基督教之间的矛盾 就更深了 这个矛盾也就是导致 后来我们在后头第四章时候要讲 为什么文艺复兴的时候啊 那么有一批希腊人回到了欧洲 但是有很多希腊人就不愿意回到欧洲 因为他们对西方的天主教徒 没有任何好影响 认为他们又野蛮 又贪婪 又凶残 又愚昧 所以他们瞧不起这个西方的天主教徒 这个十字军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实际上加深了东边的 东正教徒和西边的天主教徒之间的矛盾 而在第四次到和第五次之间 还有一次闹剧 由一个十二三岁的一个法国牧童 和一个德国的一个少年 两个人呢 通发奇想 然后就在罗马教会的自治之下 就组织了一个儿童十字军 叫少年十字军 这次少年十字军都是一些半大不大 还没成长成人的孩子 少年们 他们呢就打高举着这个十字军的棋子 然后就浩浩荡荡向地中海进发 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 东边已经收不回来了 耶路撒冷已经不可能收回来了 基督教世界的势力 已经根本不是伊斯兰教世界势力的对手 所以当时从这次开始 从第四次十字军中征以后啊 后来的几次十字军中征啊 就不再是收复东方 而是想越过地中海去收复南方 就是北非 那么这一次呢 这个儿童十字军少年十字军呢 就开始向地中海进发 结果还没到地中海 就被当地的很多人贩子啊 就把他们拐卖了 然后把他们卖到世界各地 欧洲各地 所以就浪成一场闹局 然后从第五次一直到第八次 我们说都是狗尾虚雕 基本上都是这个风声大 雨点小 实际上只不过是嚷嚷一下 而在军事上没有一次取得成功 所以到最后一次十字军中征 在一二九一年最后悄然的延期西谷最后结束 而西方基督徒在东方建立的最后一个拉丁据典 也被伊斯兰教徒这个收复了 从此以后十字军中征就不了了之了 这就是中世纪的十字军中征 持续来两百年呢 一共搞了八次的 那么十字军中征本身呢 很多人说十字军中征到底是一场什么样性质的动 这个运动呢 当然说法不一样 教会人士呢 一些比较保守的教会人士 始终坚持十字军中征呢 是基督教世界里面的一种这个宗教信仰 是吧 是由于基督徒出于这个基督教的宗教信仰 而要收回圣寝的一个非常神圣的活动 但是很多对基督教持批判态度 启蒙思想家就认为 十字军中征呢 其实是一场在罗马天主教有意策划之下的 祸水东引运动 他是要把欧洲的一些坏蛋 引到东方的国土上 让他们继续犯罪 比如说十八世纪著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 霍尔巴赫 他在秀真神学里面 他就认为 十字军中征说到底 就是让那些欧洲的那些杀人越火之徒 那些歹徒们 可以肆无忌惮地到东方国土上继续犯罪 而且这种犯罪本身还具有善功的意义 对基督教好像是一种贡献 那么当然这个是一种 这个启蒙思想家对基督教的批判 那么我们可以说 在十字军东征中间 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因素 各种各样的动机 他既表现了西方基督徒的一种狂热的信仰 他同时当然也有贪婪的欲望 想获得大量东方的财富 因为在当时西欧社会 我们说一片凋皮 极弱无诚 满目苍翼 是一个非常贫穷愚昧落后的状况 处在这个状况 而东方呢 我们说 相对来说 是非常繁荣的 大家可能见过 原来看过 一个很著名的反映 伊斯兰教世界的 反映中世纪伊斯兰教世界状况的一本书 叫1001 那么在1001年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的这个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巴格达 是一个非常繁荣常盛的一个大都市 可以跟我们中国的唐桃的长安啊 一较高下 是非常繁荣的 所以这样一种东方的财富 对西方的这个 处在贫穷愚昧落后中的西方基督徒 当然具有很大的魅力 很大的诱惑 因此我们说 十字军中生 当然也表现了基督徒的一种狂热的信仰 但是同时也有很多这个 非常非常这个见不得人的一些贪婪的欲望 想要到东方去发财 是吧 去征服去发财 当然 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 基督徒的那些平民百姓 他们要想 恕罪 他们要想恕罪 他们要想夺回圣 圣寝 要想夺回圣地 然后实际上具有一种恕罪的功能 他们没有别的办法 来恕罪 没有钱 没有事 所以他们只有通过这样一场斗争 这样一场战斗去赎罪 因为他们只要踏上东方国土 只要在战斗中死去 他们灵活就会上天空 到后来的几人教皇 甚至说的就更邪乎 只要你踏上东方国土 甚至你没有死 你的罪业就马上赎 赎金 这样一种赎罪的愿望 也是推动十字军中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但是呢 我们不管他的动机怎么样 但是我们从后果上来说 十字军中生呢 可以说进一步加深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之间的仇恨 那么使得这两个宗教之间 在中世纪这种仇恨变得更加的深刻 这种仇恨变得更加的盘根挫结 而且这种仇恨我们可以说变得更加的不可划解 当然基督徒可以说最初是李伊斯兰教徒西金 你占领了北非越过直播落的海峡 控制了我们西班牙 所以对我们形成了前行攻势 西兰教国只是反击 只是一个报复 但是呢 无论怎么样 这个十字军中生总是 进一步加强了这两大宗教之间的矛盾 因为大量的十字军高举着 为上帝做奉献的一种神圣的棋制 干起来的这个杀人无度的 这种非常残暴的行为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说两大宗教世界 两大宗教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仇恨 就进一步加强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历史后果 那么关于十字军中生的问题 我想我们就讲到这里